另外这一位 这是我们在台湾 这些大专院校 活学社团的创办人 我们的周老师 周轩德 圣公老师 这周老师啊 他以一个 大专院校活学社团创办人的生论 他就是在老师念火求生希望 大家也许不知道 四十年前 要在大专院校创活学社团 那个叫做比登天还难 民国初年 将武士运动 活法打倒 孔圣人打倒 弄得人心惶惶 弄得演变的三合变色 退到台湾 他打倒都唯恐不及的 你还要 来把他 这个设立 佛学社团 他就是知道说 当时那种艰困的时候 的那种困境 可是啊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这周老师 也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啊 老师和师母都是 当年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他又当过校长 又是工程师 世面见得多了 他说这么好的活法 怎么可以不让这些 高级知识青年知道 这些大山青年啊 他们要不知道的话 就产生误解 产生误解就来破坏 来造业太可惜了 所以就从台湾大学 师范大学 中心大学 一直一直 到现在 在我们国内 大概有八十几个大专院校 有设立佛学社团 这还包括其他 天主教基督教办的大学 我们饮水思源啊 就是这个周老师的恩德 他老人家做这样大的功德 他就以身作则 老师念佛求生西方 给这些高级的知识青年 一个启示 别以为你们大学毕业了 研究所毕业了 当了教授 当了博士 就看清念佛 那是你们的 福博 你们的浅见 他说我还是在接你们念佛的 接你们学佛的 我就是老师念 奥密陀佛要求生西方 那周老师由于 办这些大专院校 佛学社团的这些因缘 也亲近过不少各宗 各派的这些高僧大德 也败在我们雪公老师的门下 那周老师在晚年 亲自回忆的时候就亲自讲 活到九十几岁 亲近过无数的大德 参学过各种的修行法门 可是他真正感觉在用功上 有一点点消息的 就是在我们雪公老师 所主持的活期当中 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境界 让雪公老师帮他认可 还不是一心不乱 只是清安而已 清安就不得了了 我们收博世界众生是没有办法清安的 我们是五拙 我们是拙 那比较高层一点的天 禅定功物比较深的 他们看能不能尝到这清安的味道 周老师就讲 他真正可以说有一点点味道的 就是那一次 活期当中的一个清安 所以周老师自称为静儒老人 我们台北静儒念会 就是在老师的静儒开始念活的 也是要报答周老师的恩德 称为静儒老人 以标明我就是念奥弥陀 要往生极的世界 那周老师身体也是很虚弱 可是和师母这样子 为活活为众生 两位老人家都活到九十几岁 那晚年 有一孩子在美国 他也就随顺 就移到美国去了 当然这样一个 为活活为众生的 一位长者到处都是在宣扬活法 所以到美国那边也是马不平提 那到美国那个环境和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五福林门 在家里受众正勤 那是福报 那美国他那个环境 动不动都是送医院的 他们不敢让人家在家里受众的 他说这里面不晓得有什么其他的 这些原因 他一定要有医生在场帮你证明 周老师就看出来了 看出来这一点 结果往生前 他就把一些 职务都交代好 他挂了好几个什么董事长 什么顾问啊 什么这些人选 就把他聘请聘请好 一点点微薄的一点点遗产 全部把他分配好 听说是全部捐给公家 他留给子女的只有那个 无形的道德学问 然后向孩子讲了一些 做人的道理 讲完后就说 我去休息了 不要来吵我 那因为有这样的交代 孩子也就没有 特别晚上再去他的房间 帮他探视 结果隔天早上 要请老人家下来用澡栽 已经往生了 不用再送医院了 已经往生了 那我们在台湾 一接到这个消息 也没有办法 马上办手续 到美国那边去 帮老师祝念 也没有办法 马上去处理 这个老师的这个善后 可是我们人心 总是饮水思云 知恩报本 为了要报答周老师 这样子接引 知识清廉学活的这个恩德 就办了一个 纪念的念佛追悼的法会 多少各行各业 尤其这些知识青年 毕业后 昏不到国内外 各行各业 坚守纲位来感化众生 好多都来帮 这个老师来念佛来回向 那很不可思议的 那天晚上念完回来 就闷到老师路闷的 所以这个人 人和人的一个心 真的是 有一种 看不到的这个息息相通的力量 就老师在闷中出现 那我们就很高兴 向老师 这个礼谢 说感谢老师 创办大专业教活学社团 接引知识清廉学活 功德无量 那老师就高高兴兴的 很清楚的回答您一句话 他让人家就说 万善回向西方 万善回向西方 这是古大德讲的 万善回向 做再多的善都是 回向往生极的世界 同生西方极的世界 那就是无漏的功德 后学很感动 从来没有问到老师 怎么的那天念环佛回来帮老师回向 那天就清楚的在闷中 这样子有这个梦境 想着老师他老人家也是来对我们一种安慰 真正达到他明武其实的静如老人 真的是往生极的世界 我们祝福我们这个圣公周老师 也是上平往生 还有周师母 感念他老人家 可以说特别对这是知识青年的一个爱护 祝他老人家早日成员再来 提这个也是提醒 这些大专院校佛学社团的这些社员 好好的爱护那个学社 那是一个接引大专生学活的一个摇篮 要体念当年创立这个社团 这种艰困的情况 那都是周老师以他多少的人格修养 多少非常特别的好的关系的一种保证 而能够在大专院校创活学社团 而一直到现在可以说 全世界高级的知识青年学活 以我们台湾为最多 而这个功德就是圣公周老师 那圣公周老师他办活学社团 我们写工老师就办大专活学讲座 写工老师就说 这社团这个只是一个空架子 所谓的人人宏道道人宏人 要紧要有人才要出来 想尽办法要为社团栽培人才 四十几年不断 所以我们又由体念 圣公老师的恩德 又更感念我们写工老师的恩德 他们这个长老 真是对这个苍生 无尽无尽的慈悲